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非常感动 刚才做了一些检测 其实来这之前 在北京我们也做了检测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安全 到这来的话 我过去来过几次 当时是双边的车上 对于马来西亚的地方 还是有所了解 这块的风景 比较优美 秀丽 马来西亚的文化 也是多远暴露 人民这块 也是热情 善良 特别是这些年来的话 马来西亚政府和各界朋友 会与中马关系的发展 所做出的巨大的支持和努力 确实也被外国家的 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这一次的话 我出示马来西亚的话 可以说既是我的荣幸 也是一种缘分 过去来过 一种缘分 所以说 也想利用这次机会 也希望能够接下来 更深入地 了解一下 马来西亚的内容 当然是 我也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为中马关系的发展 墨下更多的友谊的种子 也期望能够收获得更多的成果 在这个竹马双方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的话 随着双方的共同努力 竹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如何取得了场主机 双方本着狐狸公园的原则 开展了许多的合作 另外在一些问题的科目解决上 双方本着一些朋友 或者是伙伴式的 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来处理这些挑战的问题 在这次新冠疫情的 这个突发事件面前 这个竹马双方 可以说是相互理解 共和世界 可以说这也终于增进了 我们双方的右翼 那么在接下来的话 在这个抗击疫情 和这个恢复经济生产的过程中 我想这个竹马双方 还应该继续携手团结 来共同应对这个挑战 那么我本人呢 这个也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六任 这个特命权限大使 在这个时刻呢 到任的话 这个也是肩负着主任 我自己感觉他责任重大 我也会这个接近全力 这个接近所能 这个和马来西亚 这个各界朋友一起啊 来共同推动竹马关系 这个上新台阶 这个使竹马双方两国呢 永远做 这个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好 谢谢大家 大使先生 请问啊 就马来西亚和中国的边境开放啊 会是你工作要点吗 这个大使的话呢 因为他在住在国 应该是完成了 这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面的工作 只要是在这个大使制的范围内呢 这个我们都会去推动来解决 这个处理好相关的事物 好 好 再次感谢各位啊 今天是周末 你们这个这个 例如你们的这个 浪费了你们的这个周末的时间啊 到机场来迎候 谢谢大家啊 哎 好 谢谢 好 谢谢